《经济学人》杂志指出 学校停课对儿童造成的伤害 远远超过为公共卫生带来的好处 2020年到2021年 新冠病毒蔓延 全球约15亿儿童学习中断 到现在仍有国家还在停课 例如菲律宾 中低收入国家 10岁儿童无法阅读简单文章的比例 从2019年的57% 上升到70% 教育按下暂停键 若是家庭的孩子首当其冲 但并非提供3C设备 就能解决远距教学的困境 联合国统计 全球四分之一国家没有制定计划 来帮助学生从10疫情间失去的教育权 另有四分之一即使有计划 但根本不够 世界银行估算 疫情下失学的儿童一生的收入 将被抹灭掉21兆美元 相当于现今世界两成的GDP 学习的落后终将成为人生路上的失落 后疫情时代 别让教育从弱势学生的童年中消失 带新闻落着进编译 感谢您的观看